当地时间7月19号 中国体育代表团14支队伍抵达日本 出征东京奥运会 对于中国观众而言 当天可谓奥运会揭幕前含金量最高的一天 因为在当日抵达日本的队伍中 不仅有中国跳水 举重 射击等奥运会上 征金夺银的主力军 还包括中国女排和中国女篮 这两支备受关注的队伍 中国在本届奥运会中的首枚金牌 也极无可能从这些队伍中产生 当天 中国女排球员们一出现 就受到现场观众的热烈欢迎 主教练郎平表示 本届奥运会 中国女排已经准备好了 将全力以赴 为国争光 奥运会在比方往常那边联赛 所以每一场都是非常坚实的 我们会全力赴一场赏金 中国跳水队领队周济红表示 队伍已经为本届奥运会做好了准备 将为包揽八枚金牌尽最大努力 在当日抵达的队伍中 由中国篮鞋主席姚明带队的中国女篮队 也备受关注 这支年轻的队伍仅有少数球员 有奥运会的参赛经历 不过也正是他们击败了夺冠热门 世界排名第三的西班牙队 对于外界的期待 队长邵婷表示 希望球队能够打一场进步一场 当天在日本的多位中国留学生 华侨华人到现场迎接中国运动员 中国加油的声音不绝于耳 中国观众熟悉的日本导演竹内亮 也出现在现场 为自己东京奥运会的纪录片积累素材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无观众的奥运会 到底什么感受 大家都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也很好奇 所以我也希望他们比赛结束了之后 如果有机会的话 想采访他们